在新兰又是疯狂疏疏的一天呢 最近呢感慨颇深的 分享给大家看有没有共鸣的点 这是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 他们当地的木工呢都来得特别早 基本上七点就可以开工了 确实像我们的话应该是八点左右才开工 无论呢你起的有多早呢 总会有人比你起的更早 无论你有多努力 总会有人比你更努力 如果呢我还不努力拼搏的话呢 只能会被别人甩得越来越远 所以放下内心的浮躁和懒惰 静下心来认真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就不要太按于现状了 时间呢应该放在有意的地方 提升自己的本领技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我越来越觉得时间是越来越重要 希望自己长长的速度 一定要超过父母老去的数字 也要让他们享受一下世界的美好 也就只有努力才能成就自己的 大家都在迎着风奔跑 为啥你不能呢 其实呢努力的过程本就是孤岛 但最终抵达的地方一定是充满生机的彼岸 永远不要因为一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而颓废 以至于浪费了你的自我提升的时间 那就沉默的努力吧 这才是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情